这次执行雀桥二号发射任务的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这也是长征八号首次执行国家重大工程的发射任务 作为我国研制的新一代中型中低轨道运载火箭 长征八号大大压缩了发射周期 可以适应未来的高密度发射 长征八号摇三运载火箭 捆绑了两枚2.25米直径的液体助推器 全舰总长约50.3米 包裹雀桥二号中继星的整流罩直径有4.2米 是我国目前中型运载火箭中整流罩直径最大的一款 起飞推力约480吨 作为我国中低轨火箭的主力 长征八号大大压缩了发射周期 可适应未来的高密度发射 我们进场以后的工作节奏非常之快 最初原来这个周期是45天左右 我们这一次压缩到了23天 未来长征八号的发射周期 可能向着15天 甚至7天更短的周期进行优化 是为了应对高密度的发射 我们现在也提了航班化的航天运输系统 当前第一个目标都到美洲有这样的一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